那也确实是我们CEO确实是一个非常睿智 也是非常有一个战略 这种实践这种执行能力非常强的人 那我觉得在这个沟通当中呢 确实更多的加深了 那公司对整个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 更好的一个大的一个框架 那也确实特别有信心 那我们现在就是说 在一个公司这么好的一个产品的情况下 那我们怎么样去利用这个好的制度 在新年更好地去开展 非常期待 那今天呢还是由我们的Bugle老师 去给我们来去分享 那我们Kalerie的非常优质的性价比 出众的这个Kalerie的产品 那首先呢介绍一下Bugle老师 那Bugle老师呢是我们Kalerie 全球华语市场的官方负责人 那具有20年的资深营销策划的经验 有着非常丰富的市场营销和培训的经验 那现在呢就有请这个Bugle老师 给我们去分享今天的这个产品的主题 感谢Bugle老师 好的 谢谢主持人 全球在线的Kalerie的伙伴 大家好 那我今天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的这个优质的产品 我来看一下 共享一下这个屏幕 在讲这个产品之前呢 我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Kalerie的这个产品 因为自己做原料做工厂 那么还有获得了哪些认证 这个让伙伴们呢也来了解一下 我们这么优质的产品到底已经获得了哪些认证 这个也是很至关重要的 那么这个里面呢 我们看到第一个我们的产品认证里面 现在可以看到我屏幕是吧 主持人可以看到我屏幕吗 可以啊 可以看到屏幕 看到我屏幕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我们是SUMIT 这是一个实验室 营养实验室 专业的一个实验室 这个营养实验室 出具的一个对我们NMM的纯度的认证报告 这个是有下面我们等会会看到的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PDR PDR的这个英文翻译过来 叫处方式的数字参考 曾经原来的名字叫美国医师药用指南 这个就是PDR PDR你在 以前是这个是因为有70多年历史的 以前是出那个印刷本的 现在是全部用网络版 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改革 所以现在可以通过网站来查询 以前是印刷版和网络版 两个版本 这个是美国医生啊 我等会讲到下面的时候详细讲一下 这个FDA的自由贸易证啊 这就是我们的产品的全球自由贸易证 这里面我讲到一下 FDA是不对保健品去做任何的认证的 但是只是FDA通过了这样一个自由贸易证说 不是说对你这个产品的品证进行FDA认证 所以说你看到这个保健品上面 瓶子上要是打FDA认证的话 是不允许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 我们在加州嘛 加州卫生部的 食品制造商 食品自由贸易证出口证书 还有一个呢 这个很厉害 这个是没有兴奋剂啊 国际兴奋剂 反兴奋剂组织的一个认证 他这个中文表述的不是太好 无反兴奋剂组织为建物质 可能是英文职业 这个是国际反兴奋剂组织 这个认证就是你们里面没有兴奋剂啊 他是英国的生涯师做的 非常苛刻 清真食品的认证 这个就是这个清真认证 这是我们工厂的 自己这个副益公司 这个工厂 工厂的认证 工厂 因为这个Kellery的话 是我们的创始人 Steve Dr.Lin创立的 那么这个工厂也是 我们自己的 母公司副益公司 所以他上面打的也是Kellery工厂 其实就是说我们副益公司 指的是这个意思 轻食认证 工厂的清真认证 无反兴奋剂组织 伪进物质的认证 有两个 还有一个有机认证 CCOF 这是NSF的 符合运动员GMP标准 这是NSF的 散射补品的 GMP主持和CGMP认证 这个是加州 也是工厂的话 也是有加州公共卫生部 加工舍品注册 有机加工 产品认证 这个都有了 还有一个是符合 HACCP标准工厂的认证 这是年度的注册 年度注册的一个认证 还有是加拿大的健康认证 这么多的认证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 青春逆铃片 青春逆铃片的我们获得了 这个英国政府化学 化学家实验室 这个去鉴定了 我们获得这样一个 国际的反兴奋剂 控制和研究实验 并直接于世界各地的 区域主管部门 国家反兴奋剂组织和国家理事机构合作 就是你这个产品 你这个产品能够这么多增加 我们的能量 那么限立体 那么如果我运动员吃了 我要去参加比赛 我运动员吃了 我敢不敢 那看到这个认证 看到这个没有无反兴奋剂的 没有兴奋剂的这个认证 这个认证的话 条件非常苛刻的 很严格的 拥有该标识 代表持产品或原料 已经通过了国际反兴奋剂机构 WADA规定的 无违规 无违禁物质的测试 并且符合 高品质生产水平 那么这个证书证明 开入了SOD加MMM青春逆龄片 已经通过了检测 其中不含有任何国际反兴奋剂机构 WADA规定的违禁物质 所以就是运动员 你这个能量增加这么多 运动员也可以吃了 那要是没有这种的话 有些搞体育的 搞运动的 要是测这个反兴奋剂里面 有兴奋剂的话 那么你就不敢吃了 你可能吃了 你就影响你的比赛了 影响你的运动比赛了 你放大一点 这个一点呢 就是说哪怕你身边有运动员 有体育比赛 这些运动健将 他们也可以吃 这个是针对于我们的 你看我们放大了之后 MMM加SOD这个 这上面有 我们这个材料 我已经发给大家 这个Karole Karole 为什么加了这么多水银 因为现在外面 自己没有认证的 就拿你这个证书 把这个名字改一下 它里面的内容 你没有水银的话 它就把你修改掉 报用人家的这个证书 这上面有Karole MMM加SOD 所以这个 这个函片的话 我们就已经认证了 这个经过了国际反兴奋剂组织的论证 里面没有伪禁的这些物质 那么运动员也可以放进吃了 这个证书 相信也是很难拿的 一般的保护品就没有这个论证了 大家要了解一下 没有兴奋剂 运动员也可以吃 国际反兴奋剂组织论证 因为它的那个实验室是 英国政府化学家实验室 LGC Science 这个是英国政府 英国政府的 不是说私人的这个 私人的这个实验室 化学家的实验室 不是普通的一个科研室 而且是英国政府的化学家实验室 这一点我们呢 大家来了解一下 Sport 运动 运动的 运动的都可以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 这个青春历灵片 自由的贸易证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颁发的国际自由贸易证 看一下 全部打算水印 打算水印 Kalorie SOD加 NMM 十万八千 SOD 一千零八百毫克 NMM 九十例章 这个证书 这个证书 所以以后这些产品 全部要做这个证书 就是 FDA自由贸易证书 你全世界自由贸易销售 对不对 你贸易的话 你通过这个FDA这一个的话 就可以流通了 但是大家要知道 这个FDA的认证 不是说 对你这个产品在美国FDA进行认证 而是你这个自由贸易的一个认证 登记认证 这个 我们呢 不希望 就是说 去影响大家 我们去影响大家 有些人会误导 误导 误导大家 所以说保健平台FDA是不对保健平台登记注册认证的 但是这个是流通 自由贸易的一个证据 只是针对的你的自由贸易有一个备案认证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证书的内容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自由贸易证 这个自由贸易证明 根据联邦民事诉讼规则 第44条的规定 Carrie SOD加NMN青春匿名片的文件 是由为公共服务食品和药品归党的真实材料副本 并且 我看这个怎么放 并且呢 该政府部门官方的记录的一部分 根据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学化妆品FDA FD&C ACT和公平包装和标签FPLA的要求 Carrie SOD加NMN青春匿名片 受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和其他相关法律监管 这个证书拥有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 委托权限下的印章 只是代表我们受到了监督 这样一个证书 市面上也有一些公司会 也有可能会拿到这个证书 但是这个代表的是 你可以贸易流通的一个证书 并不代表FDA对你这个保健品去进行认证 所以我们这个常识一定要大家学一下 很多人会拿这个 这个看到有一个FDA这个标识 马上说我们的产品是FDA注册登记的 我们的产品是经过FDA认证的 这个是说的话是夸大了 他没有真实的告诉你真相 所以这一点呢 我们要做这个Carrie 我们这个项目啊 我希望大家学习到的都是 比较科学的讲法 不要去夸大 真实的讲法 FDA不对任何保健食品进行注册登记 就是认证 他只对药品 FDA批文的话只给 那个 对产品的批文的话只给药品 食品不需要FDA的批文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实验室的一个报告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中文的解读 Carrie这个产品颜料 NMM 证书英文名称 证书检测证书 颁发机构 SCO-MMIT 营养实验室 这个Carrie的NMM 证检测证书是由这个 营养实验室提供出具的 不是我们自己提供的 那么这个营养实验室提供的 实验分析服务 可对营养食品和膳食 补充剂进行化学和微生物检测 测试 这个营养实验室遵循现行的良好生产规范 CGMP法规 以及NSF FDA和ISO准则和标准 所以这个实验室你们可以在网上查 这个层次 这个可信度 这个权威性非常非常高的 为食品工业提供专业支持 该证明书在HPLC的检测方法下 Carrie NMM原料 纯度大于99% 高达99.92% 达到了行业顶级标准 所以我们在这个证书上 我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程度 我先看看你是不是大于99% 那我们实际检测是99.92% 所以我们的产品上面标注的是99.9% 我们以后的产品上 这个PDR上面 后面的产品上面 单平全部会标准上我们的纯度 特级99.92% 纯度高 所以这个证书上我们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详细看 我们的这个P号什么时候检测的 2020年5月6号检测的这个报告 我们是1206我们的工厂 多余公司 这些抬头都在上面 所以我们自己用的自己工厂的原料就是个好处 这个自己工厂已经认证好了 然后我们的这个产品直接用的是这个原料 我们每一批产品上面全部标注上去 再看一下我们的PDR PDR的认证 PDR里面呢 我们来看看这里上面有一个中文 先看一下 我们现在上了两款青春逆鳞片和脑力件胶囊 处方式的数字参考书 陈永明美国医师药用指南 PDR是美国受认可的药物信息参考 可以为医疗保健人员提供药物重要信息 访问和查询 PDR.NET汇总了制造商关于处方药和保健品的包装说明书 并在经过严格审查后确定其真实性 并且汇集会及时更新 Carrer的两个产品已经贿赂 PDR.NET 可供医疗保健人员或我们的消费者进行信息查询 PDR的名称更改是因为 并不是所有的处方师都是医师 所以改为处方师更加精准 正确 所以他以前的名称叫美国医师药用指南 现在的根名跟成了处方师的数字参考书 那么两个其实你都可以叫了 陈永明也可以叫 所以现在是更改为处方师 这个名称叫 这下面有两个链接 这两个链接的话你们到时候 我们这里不用打开了 我们直接点击链接 我们就直接跳回来 跳到这个 这个里面我们像 Carrer Carrer的话你看我们这个产品 这个产品直接跳到网站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PDR这个网站上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Carrer的SOD加NMN SOD加NMN 它里面有详细的这个都是英文的 它是通过什么原料 什么工艺 什么制造出来 就是说这个原料来源 冰山等等有详细的规范 那我们这里面 这个网站上大家可以浏览这个网站 特辑的 特辑的 特辑就是最最高的级别的 所以下面就是一级二级 我们是特辑的 99.9 99.9 99.9 这个99.9 这个是三个9 其实我们是99.92 但我们申报就标了保守一点 99.9 99.9 99.9 打在这个PDR的官网上面 我们可以查 用后面的标签 后面的属性的Level 全部CGMP打进去 当然我们这个纯度也打进去 这个可能市场营销的时候 也需要有些人需要了解我们的纯度是多少 我们程度是这样的纯度含量 那么有些朋友在市面上会碰到一些公司 他说我是多少多少的 我们印在屏纸上 我们也是印在屏纸上 他们有些不懂的人会攻击你 说你的怎么没有印到屏纸上 可能是你会不会是假的 我们现在全部印到标签上 所以在这个PDR PDR有70多年的历史了 美国一直要用什么 美国现在叫处方式的数字参考书 那么这个上面就有我们的纯度 这个表格 这个是不是我们自己放上去 这是PDR的官网 你都可以查询到 这是我们的产品的包装 我们的瓶子 所以你可以看里面详细的内容 这个大家 印语好的或者是要翻译的 大家可以花时间去了解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看一下我们第二个产品也可以看 PDR的 这个PDR的 我们的证书其实我们也是加了水印 加了水印 防止大家修改 盗用 脑力件 这个可以翻译 翻译英文页面 简体中文始终翻译 我给他来个翻译算 大家可以看 翻译的都知道准不准 他在英文翻译出来就这样 卡路里生活跨度 寿命 长寿研究表明 卡路里限制没有英文 可能像这个 这个英文翻译过来 就有点怪怪了 有点怪怪的 这个字 这个字都被他翻译过来 直接用国上面的翻译 网上的翻译 可以看到我们的瓶子了 下次我们大概了解 这个我们的产品 这个是很有名的美国医师 要用指南 对 翻译过来 翻译过来 大家看中文的也可以看看 但他这个翻译是电脑翻译 也不是精准 有个大概意识在里面看 你看到这些网站不会被翻译过 105 一乐杰 安安汉 加州的 这就是我们工厂的 我们帮李嘉诚做的 我们自己工厂的 这个地址就是105 这个是我们的办公室的地址 看到我们 大家可以去查 这个就不浪费太多多时间了 主持人 你把他们要进来的人 你帮我点一下 不用我在这边点 谢谢 这就是签证认证 签证认证 这个是代M的签证认证 最高的 大家了解一下 比比最高的 签证里面 也有几个证数是不一样的 放大 放大 106工厂 105 你看这地址 一个是106 North 一个是105 Kalory 负益 自己的公司 工厂 公司 相差一个号码 这是我们的产品的 青春艺领片 还有 早南医生经 巴拉认证 是个清真认证 美国伊斯兰食品和营养委员会 该证书证明了 在美国伊斯兰食品和营养委员会的监督下 位于加利 美国加州 加州 安德汉姆的 这个呼吁公司 已经货存 并且注册 生产清真食品 该生产商的 清真逆领片和 益生菌 组合清真食品标准 就是清真认证 把它看一下 下面这些 就是食品 马来西亚流通证 这些 这个伊人金制造商 加州发的 在哪个国家 中国 马来西亚 可以认真的流通 流通 你可以食品制造商证书 他们是流通的 该证书 制造商证书 证明该公司在加州 住宿委食品生产公司 根据加州健康安全编码 HSC第五部分 104部分的规定 第109875节 以及下 进行签发 此制造商证书 向中国和马来西亚 证明了该公司的食品 生产是在加州 进行注册过来 此证书是用于 Kalorate 早来医生金 就注册过来 不是说 随便这个公司 代工工厂做的 马来西亚 天称利林片 这是加州 也是这个加州公共卫生部 食品 化妆品 药品 加利福尼亚卫生安全 HACD 104部分 跟前面的这个 内容说法一样 规范食品药品 医疗器械化妆品的生产 食品自由贸易出口证书 证明该公司在该州定期 从事制造和销售食品的业务 并已在CDPH注册 该证书证明 加州公共卫生部批准 在美国加州 加利福尼亚 中国马来西亚 新加坡和台湾 进行自由贸易和出口 就是加州美国的 新加坡台湾 我们的在美国的加州的全部证明了 认证了 下面这个中国新加坡也是千春医领片 它是把两个早兰医生金和千春医领片 都分开了 因为每个都有单独证书 其实这是千春医领片马来西亚台湾 一个是早兰医生金 每一个都是单独的证书 这个是我们科育公司的 我们工厂的 反兴奋机的认证 国际组织的认证 这个科育公司工厂 生产地认证工厂 英国政府化学加实验室来认证的 LGC是世界著名的 运动兴奋机控制和研究实验室 并直接于世界各地的体育主管部门 国家反兴奋机组织和国家理事机构合作 这个是由LGC颁发的 在通过LGC的无兴奋机检查后 公司可获得 这个InfoMed Sport标识 拥有该标识 这代表此产品 原料已经通过了 国际反兴奋机机构 WADA规定的 无违禁物质的测试 并且符合高品质生产水平 此证书证明 Carrie的工厂 福益公司 已经通过检测 该工厂的生产环境和条件 符合了InfoMed Choice 和InfoMed Sport 要求其中不含有任何 国际违反兴奋剂的 WADA规定的未进入者 所以说 这个工厂 我们这个工厂 产品也认证过了 工厂也认证过了 原料到产品到生产 全部 从头到尾全部认证过了 运动员也放心的吃 因为有些东西运动员不敢吃 吃了之后 去运动 去比赛 一查尿业 血液 里面有兴奋剂 那就麻烦 这个比赛有些得金牌的就 得不到了 所以这个对运动员吃也挺好的 它能增加 这个NM的话增加线力体能量 但是你有这个证书 人家才敢吃 这个是NSF 第三方对GMP CGMP的这个 注册认证 看 NSF 补充 GMP CGMP认证 NSF 国家 美国国家卫生基金会 颁发的 所以 GMP CGMP 这个不是FDA 发的 是第三方 FDA 认证 登记 然后有第三方机构来 评定你的GMP CG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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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LF T T FDA T F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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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行通过就等于CGMP 所以它是一个意思 CGMP写在这里 看到了CGMP 因为有些公司会 它是拿不出证书的 它只给你一个图标 CGMP这样一个图标 以后你看到这些产品 给你一个图标 你要他拿这个证书出来给你看 CGMP一定要拿证书 图标的话因为 有些人就倒用人家的图标 那是忽悠了 这些证书 全部要自己证书 我们现在做了水印处理 防止人家倒用 运动标准的GMP 这个上面写的是GMP 美国国家卫生基金会 有各个大学这个讲法是一样的 不但符合GMP注册 同时在生产过程中 符合以下标准 确保了在生产过程中 不含有不安全水平的污染物 违禁物或掩蔽剂 此证书是唯一由美国 反幸福级机构 USADA 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 和加拿大足球联盟认可的 第三方 独立的第三方认证 它是专门针对运动标准的GMP 我们有两个GMP 一个CGMP 这个是善舍补充的GMP注册 CGMP认证 这个是针对运动的 专门针对运动量标准的GMP 因为老外你问他的话就GMP 他没有说CGMP GMP GMP就是对了 但是我们还负责了运动标准 他们的脑海里 欧美国家就GMP 等于CGMP CGMP 等于GMP 那么 这个 2021年注册证书 2023年以来 FDA领先提供商 它是包括FDA注册续签 指证书确认 国益公司的设施 以根据2020年 生物恐怖主义法 和你看 美国有很多的法 和FDA食品安全现代化法 修订的联邦食品和化妆品法 在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里注册 我们这个工厂都注册过了 1206 这是有机食品 CCOF 有机认证 CCOF是一个非营兴性组织 通过有机认证来教育 创造促进 推动有机食品走向世界 呼吁已经通过美国农业部 有机法规处理类别认证 根据这个USDAECFR 处理一词指销售 加工包装农产品 该所以不包括农作物的生产 输售或运输给生产者的 生畜 所以这个是对我们的 这个有机的一个认证 这是加工食品注册 加州卫生部食品认证 食品分支机构办法的 已经在加利福尼亚州注册生产 包装或保存加工食品 该注册是加州的这个一个 规定一定要有这个证书的 你没有这个注册证书的 你不能生产了 这个也是加州 以有机形式出售 这样一个认证证书 大家可以到处去看一下 这个是注册证书 SQF安全质量食品协会 这个对我们的一个认证 是一个严格可信的食品安全和质量标准 零售商食品品牌 所有者和食品服务机构商 以及全球范围的都采用这个计划 该证书证明了 呼吁公司已经完成了注册并符合了 SQF食品制造规范第8.1版本的要求 呼吁公司已经居于HACCP的食品安全认证证书 呼吁公司已注册可以生产食品 特别是膳食补充剂 其中包括粉剂 片剂 胶囊 制成的补充剂都可以生产 这是针对质量的 这是针对工厂的清真认证 清真认证我就不多了 刚刚上面有点相似 但是它是对于工厂的 分开的 及时认证 芝加哥犹太教会 对这个及时认证 可能是不同的组织吧 对于一类机构 所以说书名呢 这些产品啊 不管是清真认证 及时认证 都通过了这些标准 那么呢 你对这些人群的话 销售的时候 他们可能需要有这个证书 这个证书重新申请更新 更新版本还在等待中 这个是更新版本 要得一个更新版本 这是加拿大的食品卫生的 这个证书啊 斑发机构 NAHPD天然和非处方 保健产品管理局 这是加拿大的注册 天然和非处方 保健产品管理局 是可以授权生产商 在加拿大出售天然保健品 和非处方药 并确保加拿大人 可以立即获得具有安全性 功效和质量品质的多种产品 该证书证明 副意申请停交的良好生产规范 GMP的信息已被评估 并满足要求 副意已被授权 进行制造包装和标签的活动 所以我们自己 我们生产的到加拿大 那也是被不单是被加拿大许可认可了 那还有主要是在其他国家 那加拿大的这个 天然和非处方保健品的 这个认证证书也是相当有权威性的 这个就是我们这些证书的完善性 这证书呢我们就看到这里 大家以后去跟你的这个团队里面 要一下这个证书 我们接着来看产品 初期这个产品呢 我们先来谈一下我们产品的理念 这个理念呢 就是说抗衰老死于 从这个细胞健康开始 细胞里面因为细胞健康 能才健康 细胞里面呢 人体的各个器官都是由细胞组成的 所以这么多年 Kellery这个母公司 卫育公司 他对长寿啊 保健啊 这些研究 已经经过了多年的这个研究 那么 在这个领域啊 所以